1月19日,据台媒报道,王力宏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会休息3到5年,尽管现在的自己十分思念而喻,但会好好遵守律师的建议,不会再有坚实镜头的摄影设备下与李靖蕾单独见面,以免再度引发冲突,对于朋友安慰最后肯定能同胸化起,他也如此坚信。 日前,王力宏前往探望三个孩子,不料却遭李靖蕾爆料带着三名陌生男子硬闯进入处,还用力摇门吓坏他与小孩,让他直指王力宏根本是身心不健全,并发表不自杀声明,王力宏经纪公司责发律师声明回应,李靖蕾已将这场离婚变成充满虚构,恶意的破黑。 据媒体报道,王力宏遭李靖蕾连番指控和爆料后,心情依旧相当途径,被问及会不会恨前期。 他表示心中本来就没有恨,有的只剩下害怕而已。 此外,王力宏为了防止李靖蕾再次出招,已采取了两个应对方法,第一除了通过律师联系之外,避免两人单独见面,第二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换了,似乎为了防止李靖蕾再次出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